汪洋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党棍式的人物 是吧,我们知道他从地方到中央,在中央部委 外放到这个重庆,广东,担任市委书记,省委书记 他任上没有什么政绩 那么在广东他提出来过一个叫产业升级 是吧,腾龙换了,最后呢,劳动密集型产业,剥离了 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进来,即便进来,也没有赞助 所以出现了猪三角空心花 那么他这个人呢,也是属于那种女虚帮 是吧,年轻的时候他在食品厂当工人 那么因为他嫁入了豪门,他的老藏人是副专员 所以他得到了一次机会 从工人变成了我们知道的叫以工代干 到了武器干校,担任教育,党委委员 同时他也获得了一次到中共中央党校去学习的机会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他的这种学历,以及他年轻的这个年龄,正好符合胡耀邦当时的一些措施 那么他很快就走上了领导岗位 那么他参加了团的工作 他担任了娃娃市长 那么这一波红利享受完了以后 九一年他做了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 他提出来要解放思想 那么赶在蓝巡之前 他在地方发出这种声音 切实地迎合了邓小平的思路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 他在邓小平蓝巡过程中间被点名召见 而且呢,他走上了副省长的这么一个岗位 那么接下来他的道路就宽广了 是吧,被朱镕基安排到国务院 那么在胡温时期 他响应了当时温家宝的许多政治上的呼吁 包括我们后来知道的这种蛋糕论 蛋糕论我们通常认为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他觉得这个分蛋糕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事情 如果蛋糕分不好 那么改革其实就没有获得成效 那么温家宝提出这个蛋糕论的讨论之后 我们知道薄熙兰提出了一个分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的 这么一个态度 那么作为当时在广东执政的汪洋来说 他第一时间跳出来 他说先把蛋糕做大 我们看到整个这一轮 他不仅迎合了这个温家宝当时的思路 而且也获得了习近平最终的拍板 习近平也是希望先把蛋糕做大 争取全民幸福 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一种口号 是吧 从基层到中央汪洋走过来的路上 他参与了很多次的政治独播 很幸运他每一次都成功了 那么大众熟知这个政治人物呢 主要是因为他提出来的中美夫妻论 在国际政治中这种玩笑确实开得有点大 那么五年前这个论点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在调侃他 借着这种调侃在全国范围内 汪洋获得了一定的名声 是吧 除了蛋糕论夫妻论 他还明确的提出来一个叫破恩论 破除全国人民现在享受的幸福成果 是党和政府恩赐的这么一个观念 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 在全国范围内也引发了一些争论 但是不大 因为这个东西都属于意识形态 比较虚头巴老 是吧 一笑而过也就算了 许多人批评他政治不正确 那么后来呢 五年前他还发起过一次 党政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纸 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 迎合了中央的意图 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在全国范围内 他已经被执行 只是没有公开 他所谓的这个财产申报 只是给上级党委看的 作为上级党委手上抓着的 执政官员的一个把柄而已 并没有向社会公开 他的意义在党内监管 而不再对全民 对全社会推动官员的青年 有任何帮助 这个人呢 从年轻时候进入政坛 一直到现在 他始终是在做的党的工作 是吧 年轻时候还做了一段时间 团的工作 经济上呢 他没有什么人拿得出来的东西 他更像一个思想家 但是他也没有一个 完整的理论体系 说白了 他在政治方面 也就是个打将领的 只不过呢 他比较擅长赌博 他也敢于赌博 我们看到了 他每一步都走得很顺 今天 在目前的这个 至今内阁中间 他算是一个各方面 都能游刃有余的人物 而且因为中美夫妻论 这个论点 他也被美方熟知 未来呢 他极有可能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当然了 总体上而言 我们不用把他理解为一个政治家 他更类似于英国电影中的寒斗先生 好了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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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